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Ada 近日 亞洲多國股市創下歷史新高 而中國股市就暴跌 市值蒸發了1萬5千億美元進入紅市 財經分析人士表示 股市的表現反映了投資者 對該國或該地區未來經濟展望的態度 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的前景持悲觀態度 而亞洲多國就是中國產業鏈轉移的直接得益者 亞洲股市目前正呈現多點開花的局面 之前日本股市創出新高後 近幾個交易日又回歸升勢 6月13日 逆經225指數強勢突破了3萬3千點大關 是1990年以來的首次 當日收市 逆經225指數上升1.88% 收報3萬3千042.5點 當日的日經225指數成份股之中 有170隻上升 54隻下跌 在領升板塊之中 出口相關股票表現搶眼 晶片股和汽車股的表現 尤為突出 愛德曼和東京電子 全日升幅接近5% 豐田股也大幅上升 升幅達到5.05% 全球著名投資家 北非特 投資的多個日本商社 股價在6月13日當日 紛紛再度攀升至創紀錄高位 其中三者物產升幅最大 達到2.2% 30相市 伊藤中相市 駐有商市股價 也進一步上升 自從北非特今年4月透露 表示它已經增持日本五大商社的股票 並計劃增加對日本股票的投資以來 這些公司的股價持續刷新歷史記錄 由於吸引了包括北非特在內的外國投資者的興趣 日本股市目前處於牛市區間 今年到現在已經累計上升超過23% 另一個受到關注的是南韓股市 南韓綜合股價指數KOSPI 6月13日當日雖然未創下新高 但在前一天 股價就曾經一度觸及超過一年的高位 南韓科技股 大約佔南韓綜合股價指數的一半 一致是碎銀全球財富管理 在該行業和市場獲得最受追捧地位的主力 南韓綜合股價指數今年以來 已經累計上升18% 在亞洲範圍內 除了日股之外 幾乎鮮有對手 在日韓股大升的背景下 原本沒什麼人關注的越南股市 也得正開始無聲無息地逐漸發力 目前 越南胡志明指數 較2022年11月的低位已經累計上升超過20% 和美國標普500指數 以及南韓綜合股價指數一樣 都在最近進入了技術性牛市區間 6月13日 胡志明指數上升接近0.6% 刷新8個月以來的收市最高位 最近幾個月 印度股市也重新成為焦點 印度Nifty Fifty指數 這個季度到現在 已經上升接近7% 收復了3月份低位以來的全部失地 這些國家股市的牛市 與中國股市的拋售情形形成鮮明對比 互心300指數這個季度到現在 已經下跌了5.29% 回吐了今年較早時候的所有升幅 全球金融市場數據提供商 Refinitive的數據顯示 香港恒生指數上個月 也得觸及了熊市區間 今年到目前為止 已經下跌接近2% 彭博社6月10日報導指出 中國股市市值已經暴跌了1萬5千億美元 報導說高盛集團 野村控股和摩根士丹利的策略師 都在不同時間 將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中國指數 MSCI China Index的目標 下調至少11% 他們的最新預測表明 即使該指數可能會由目前的水平反彈 但卻將難以重返1月份創下的高位 彭博社還表示 MSCI中國指數 已將1月27日的高峰下跌了20% 在跌勢最嚴重時 損失了大約1萬5千億美元 6月15日 曾經在中國公司任市場部高層的 旅美政經分析人士 陸遠行向本台指出 股市的表現是 是投資者對該國或該地區未來經濟展望的反映 陸遠行說 中國股市現在的表現反映出 無論國際還是國內投資者 都對中國的經濟現狀和未來持悲觀態度 整體來說 中國的政治環境不好 中共獨裁日益嚴重 政治上的獨裁管控必然會衝擊到經濟領域 因此中國大的經濟環境受到很大影響 另一方面 國際社會越來越意識到 中共對全球安全構成威脅 因此產業鏈正在大規模轉移到其他地區 產業鏈的轉移 也會伴隨著資金轉移 並且對中國的就業市場造成巨大衝擊 造成失業率不斷上升 他認為股市要實現上升 需要有資金的支持 而目前外資就不斷流出中國 同時通過香港的北上資金正在減少 在中國大陸 今年以來有大量上市公司的股東 紛紛減持套現 利用各種機會拋售股票 路遠行指出 套現之後資金就會外流 造成股市失血 大股東的減持 將會引發連鎖效應 極大影響投資者的信心 因此會持續將資金抽離股市 自然就會造成股市的下跌 另外香港在中共的管控之下 自由度不斷降低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自由度下滑 必然導致國際社會 不看好香港的未來 所以資金也紛紛撤離 綜合來說 這樣反映了國內外投資者 對中國經濟體談的一個態度 路遠行還指出 越南等亞洲國家 是中國大陸產業鏈外移的 直接得益者 產業鏈移到去越南、印度、 泰國等勞動力相對較便宜的 東南亞國家 資金也會隨之大量流入這些國家 所以外界對他們的經濟前景 非常看好 他認為 包括日本和南韓在內的 亞洲地區的這些國家 都是與美國結盟 站在世界民主陣營的一面 共同對抗中共 他們未來的發展空間 將會非常廣闊 因此投資者對他們持樂觀態度 最終結果就是 中國股市和整個亞洲國家之間 將會形成巨大反差 以上節目內容 是取材至本台記者 徐逆揚的採訪報導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今天請請多多多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